这土石都乱断了 北徽县的铁轨上已经被厚厚的土石给覆盖 土石的高度甚至几乎跟上头的电缆线一样高 一旁的没名隧道也差点被淹没 受到凯米台风影响连日大雨不断 27号上午北徽县河仁岛崇德段又发生大面积土石流 现场估计有高达两万方土石残肢还有待清理 已经查过到一车了 可以到现场了 这边一定会吧 受到台风影响部分树干被冲到崇德海边 大批海巡人员在马路上蓝亭一辆红色乡型车 要求里头的驾驶下车受捡 结果在他的车内发现一块大型漂流木 海巡人员立刻通知相关单位到现场鉴定 因为男子车内载的漂流木其实是台湾一级木红块 偷漂流木事件发生在25号下午3点 花莲县崇德夹峰海滩 49岁的叶姓男子来自花莲县凤陵乡 开车到50公里外的崇德海边捡石漂流木 有木工背景的他一眼就看出哪块木头能高价卖出 但其实暗季的漂流木都是国有财产 只要一捡就会触发 业姓男子利用自身木工专业检实漂流木红块 想借机打赚一笔 只是还没卖出就被逮 这下吃上行则恐怕得不偿失 3G新闻 旅燕红瑞里花莲采访报道